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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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姐姐 我叫陈宇 我叫路遥 然后我们先送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 好了吗 我一直很热心 平常不怕说出口 但在余生远时候 这话还笑 好想跟你表白 好想跟你表白 好想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 第一次我们遇到2比30 对啊 以前都是E30 走了 等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姐妹 而且就可以彼此照应给对方意见什么的 正常 这个就是妈宝 妈宝那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接下来我要问问题了 所以是两个人都要上情 她有小孩 姐姐有小孩 不能 不是很难接受 因为我觉得首先就要真诚 想她更多地了解我 把孩子这个事讲出来 其实我有很大勇气的 因为很多人接受不了的 首先是能理解 还有就是 还有点小难过吧 但是在我的恋爱交往中 我还是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接受我有孩子这个事情 所以上这个节目也是为了给我跟孩子找到一个真人的依靠 但很难说留下来的人是为了妹妹还是姐姐 对啊 白鹏提问结束 现在请女嘉宾离开白鹏 等待接收约会信号 他们待会儿约会也是一起吗 各位剩下的男嘉宾 现在需要你们发送精心构思的约会信号给女嘉宾 女嘉宾将会在你们发送的约会信号中 选择她最感兴趣的三个 相对应的三位男嘉宾 就是本期的约会嘉宾 寻找民族瑰宝 还有穿越时空 那这个我要给你吃 好第三个是美食之女 对第三个 这一期成都果然不一样啊 一上来先生夺人 两位 他们中间有几个细节 我觉得很有趣 第一个细节是这个印象比较深 是有孩子的问题 这一下好像确实走的会比较多 很多男生接受不了 男生会接受不了 会接受不了这一点吗 在珍爱平台从事这个真婚行业很多年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一部分的会员 他是来自于李毅带海 那他们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方能不能接受自己 是一世孩子的母亲这件事情 因为在他看来 对方能不能接受一个 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子女 这是最大的一个痛苦 所以我为这个女嘉宾点个赞 她很勇敢 在第一时间就表现出来了 OK 那我们看完了整个白鹏选择之后 约会中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 新年令人分之比如 当然叙悶 优优独播放 小 integr grandfather 我叫张许杨 对 也可以叫我 你可以叫我小梁博 小梁博 是有点像 蛮多的说很像 有点像 那你们怎么叫她 我是姐姐 我叫陈宇 我是陈露瑶 然后就是不好记 露瑶之玛丽 越看越美丽 好记吧 挺有礼貌的吧 第一印象觉得她好阳光 然后很健谈 她应该就是我说 那个笑得比较亲切的 我们都很喜欢吃串串的对 对 所以你们觉得 我们今天是来吃串串的吗 应该是吧 我们今天不是来 单纯来吃的 我们今天是要 更深层 更原料的去了解串串这个东西 是来学过的吗 对 没错 我们今天就要体日 一日串串的制作 对 没错 这个有趣 有趣吗 我们一直比较爱吃 但是不会做 可是等一下会很辛苦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真是想吃 我才不要做呢 我等一下会先给你们示范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 你们两个是做什么 什么职业的啊 妹妹是舞蹈老师 我是兼职的舞蹈老师 尖职的 那你们是跳什么舞风的啊 妹妹是跳民族 我是跳爵士 民族哦 对啊 我小时候也跳过民族舞蹈 我后来长大之后 跳的是街舞 其实我们爵士有街舞的那个 基本功 但是 但是我不擅长 我只擅长那种性感的爵士 性感 因为我的 你很适合 我的镜 不是太够吗 镜舞是什么东西啊 我就跟你们不一样 力量 你力量就很够 我感觉得出来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 不搭你我的呢 我加就好了 好吧 那你自己动手 感觉他跟姐姐互动很多 因为他也是 有点可爱的那种男生 他跟妹妹有点壮性 但是他跟姐姐恰好复古 怎么样 今天的感想聊聊 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能干 我感想完了 你们开始 谢谢 那你有谈过几段恋爱 可以说吗 我很好奇 喝点水 我谈过 五段 自己其实伤害过 蛮多 女生的 那种伤害是 是一种对爱情的 不信任 或者是对 对对方不信任也好 对这段关系 不信任也好 为什么会不信任呢 不信任是出自于自己的什么 就是不自信吗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跟我家庭的因素有关 因为我从小 从小就是 单亲 我 我妈妈 很早的时候 大概在我幼稚园的时候 就跟我生父 离开了 因为我那时候 生父那个时候外遇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他们要离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家里 然后 我就电话一直响 一直想一直想 我就接起来 然后就听到我妈的声音 声音 之后 我妈就跟我说 我说喂 她说喂 宝贝啊 你怎么样 然后我说 我就说怎么了吗 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妈妈 然后我说 哦没有啦 就是那个 妈妈可能就是 不会回去了 哦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 就是接上 那个电话的时候 有那种感觉 我说不要啦 你赶快回来 不好意思我这话题太沉重了 因为我 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 就是很想特别了解 深入的了解你一下 因为你知道我也是单亲妈妈 然后带着女儿 你所聊的这些 就让我感觉到我以后的孩子 可能也会跟你一样 让他缺乏安全感 所以这就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生 我一直有埋怨她 我觉得是她把这个家毁了 为什么要出轨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我跟她讲过 我的底线是在哪里 我是怎么走出这段阴影的 离婚都打得特别大 我甚至有想过自杀 但我真的很谢谢妹妹 本来在成都工作很好 她把这边工作辞了去陪我 她知道我离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 然后她就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帮助 我真的觉得她是 她把我从地狱里面拉出来的人 对 我们都是棒的 别哭了 不说了 我真的还蛮开心认识这样子的女孩子 就是认识陈宇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一起交流 和她跟我聊天 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跟我女儿很相似 感觉她产生了共鸣 我的天哪 这一段真的看着大家 荡气回肠 对 又是意料之外 这里面有好多意料之外的部分 对 男生之前家里经历过的 跟姐姐之前经历过的 非常多契合的部分 所以双方一聊发现 应该是彼此会非常能理解 所以原生家庭的 这种感情上的一种相续模式 会比较大的影响到孩子 后来的感情选择吗 会 在原生家庭当中 通常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 会直接对他的孩子产生的 对未来家庭的安全性 产生直接影响 如果是单身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的内心当中一定是缺少 另外一半的形象 比如说父爱 比如说母爱 那么他一定会在新的家庭工程当中 在另外一半身上去寻找 曾经失去的一些部分的缺失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 能不能获得姐姐的青睐 还要看接下来二三号是什么样的表现 一起来看 哈喽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记不记得我 记得 猜一下今天这次我们要干什么 唱戏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射箭 可以骑射 可以先进去吗 可以可以 那接下来对我觉得带你们去体验一下汉服 好想穿这个 对这边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款式 然后可以挑一下你们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适合你两姐妹 这块吗 对对对这边 这个蛮好看的 那我可以给你们试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好的 有请第一位女嘉宾上茶 好看好看 嘿嘿嘿嘿嘿嘿 美吗 美 哪里美 哪里都很美 尤其是这个头发很好看 头发很好看 就是这个发饰啊 发饰很好看 对啊 对啊 就是把你称的更好看了 哇 欢迎下一个女嘉宾 第二号女嘉宾 我一穿着衣服我就想这样走路了怎么办 对然后今天就可以这样走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跟自己之前预期的一样 就感觉 比以前那一身现代妆就是更好看了 妹妹就是那种 活泼可能跟我性格比较相似的那种 阳光的好看 姐姐是那种优雅的好看 姐姐是那种优雅的好看 我会说 对啊 最好看 我的感觉 真的很没在 我会说 对啊 太好了 我可以把这个手指先拉到这 他对他有点特别的关怀 八字 拉姆针 这个八 这个 对 对 然后你这个手指压着他的拇指盖 施压的拇指盖 好嘞 谢谢 好可爱 好 说得特别好 妹妹这一场有一种防荣的感觉 放松 放松 这个样子 这样手不疼吗 不疼 好 手放开 搭着 过去 好 谢谢 好紧张 好紧张 很歪 哇哦 你必须静下心才能做得好 姐姐感觉真的是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考虑都非常的全面 然后妹妹就是真的是玩得非常的开 觉得跟妹妹在一起就是会非常的开心 虽然说是亲姐妹的感觉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好 你好 打扰谢谢 老板 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哎公子您看完着了 我想给你介绍吧 这一九 嗯 三十五 然后青梅 青梅 这一看就我喜欢 五九不成熟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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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迫不及待了 迫不及待了 感情生意口门 那哪位先来呀 我先来把这个关于咬到很痛 好你先来 没有咬啊 他会随机的咬 哦 啥 完了被咬了 啥四八八八 来抽冰签吧 什么 不同方式 赞美对方 哎呀 正经的 嗯 我我觉得 第一眼看就就就就就蛮单纯的 就笑特别干净 第二种 第二种 我觉得你特别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说赞美吗 第三种 白萌 酒我很甜 酒很善良 哈哈哈哈 随和 很包容人 哈哈哈哈 酒是很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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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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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做好一点点 谁 咬他 哈哈哈哈 滚滚滚滚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你 哎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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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优秀 这个游是谁发明的 我想认识一下他 拜拜 好 咋的啦 啊 表白到对方 尔头愿意为止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开始您的表演就是小姐姐 哈哈哈 这么幸福吗 这个游戏 他从来没有主动过 所以说我还挺期待的呢 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你 为我们安排的这个 汉服装 就感觉你好像 懂我一样 因为我最想的 就是穿一次汉服 再体验一下 就是她是我最爱的人 你是我觉得最 就是说 这整天下来 没有距离感 很亲切的一个人 所以在你们面前 我没有戒备 没有防备心理 然后你让我们看到一个 真实的你 挺好的 这就是你最好的表现 这就点头了 也不为难人这一下 那我就分享一个 姐姐知道了 但对你们 说会算秘密的 我知道的 在16年的时候 因为 然后有暗恋过一个男生 因为我特别喜欢健身 然后去健身房健身 就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我就逼他 去给我要 联系方式 就等在健身房门口 他又觉得女孩子 不应该主动 然后我就去要了 直接站在他面前 就是说我喜欢你 他们姐妹俩是完全 就没有后文了 但我就一直暗恋 我就属于那么比较专一的人 可能就三连 就是从161718 我去西藏 就是那次自驾旅行 就是觉得我想去把它忘掉 后来我不喜欢他了 我放下他了 自己也变得更好了 对啊 懂我 那请问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又把这件事提出来说 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我是对的呀 那你现在走出来了吗 还在爱恋他吗 走出来了 咋的啦 没有 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要再提了 首先你喜欢他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呀 为什么不提呀 那道理我都跟你讲过了呀 你觉得道理就是对的吗 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不是你最好的例子吗 你为什么拿你的人生去讽定我的 你遇到渣男我遇到的就是渣男 说我 咋的呀 这几句还是没有走出自己的伤痛 我们反复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 因为这个男生对他的影响特别的大 所以他今天还拿出来讲 我就知道他一直停留在这个男生的那里 没拔出来 天呐 我真的不想再说这件事 你又拿出来说 而且我 我们不说这件事了 我们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 真的 我看着你是怎么走过来了 所以我很心疼 所以我今天就不高兴了 就算我失败了又怎么样呢 就是他不喜欢我了 又怎么样呢 我就难过一阵 然后我在家里还有你啊 还有妈妈啊 对不对 那你不嫁人了吗 我没有不嫁人 我还给小哥哥 傻子你 我是睡不着你了 你在睡 我真的好羡慕你了 男生终于说话了 非常的羡慕路亚那个时候 就是真的有一个 从心底里面对他这么好 这么在意他的姐姐 真的非常非常的爱美美 对 我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是为了他 我懂 就是因为我想为他把关 我希望我能陪着他 给他物色一个 就比较适合他的 让他少吃脸亏 真正的疼爱他的一个男人 他可以依靠一辈子的一个男 所以我才陪着他来的 不是说我不相信爱情 我真的很向往爱情 特别向往 我特别相信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谨慎 对 特别害怕 所以我要为他把好关 我老怕带着孩子 我也不怕丢人 我就已经上来了 就因为他给我这么大勇气 我要保护他 好好啊 他希望我就是不要 不要那么冲动吧 就保护好自己 他爱我了 希望我受伤害 我能理解他对我的爱 对 唉 有点感动 这个有点感动 漫天叶是独生子女是吗 不是 我有一个妹妹 你有一个妹妹啊 我一开始听姐姐说的时候 会觉得说 女生本来就可以 有那个权利去主动追求 而且就算有时候受伤 其实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没关系 好像用在我身上 我会觉得无所谓 可是到了妹妹反而就不行 我就会想要 什么事情都给她最好的 道理啊都懂 都知道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人生 但你真的遇到自己特别好 特别亲的朋友 姐妹家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不管 你就是很想保护她 姐妹之间的性格相差很大 然后确实能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其实偏向于妹妹 很明显 没错 好 那刚才的第二段约会 我觉得整体还是呈现一个 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和局面 那三号位 我说实话我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刚才EV1 好像感觉已经分配就绪了 感觉已经对号入座了 对 三号来的时候 感觉会不会迷茫起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号 我听她说要带我们去学穿剧 然后就特别开心 因为穿剧本来就是我们 四川的一个文化 所以觉得她还蛮用心的 让我们进去一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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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刚看完回来 来一段这样 好 这是看 老师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你看到我们就觉得 我们很学不会了吗 你都紧张了 我教你们我挺有压力 但是我说四川人 因为我从此是川剧吧 但是都是讲的是四川话 普通话确实有难度 待会儿你们慢慢理解吧 练习的时候 我就来负责教这位男生 当然我们先从技术练起 这两位女生就交跟 这两位女生指导老师 好的 你们休息一下 好的 我开始 负责教一教这位男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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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那我们就上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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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我们戏剧表演 也是来自于生活之当中 这个表演跟电视 或者是电影 表演都 雷同都是相同的 但是夸张一点 像电视里边 它不是讲风吗 或者风就是这样 风来了 这是 但是电视上表演没有这样夸张 云就是这样 云 雷就是这样 乌尔就是雷 鱼 鱼就是这样的 鱼啊 雪 雪就是 哎呀 好冷啊 雪啊 光景好棒啊 雪 雪 本来他想翻译的 这就是表演的封面 喜怒哀乐 都在当中 我们可以表演表演的 嗯 比如说喜 我们出来一看 好 这就是喜 怒 怒 比如怒 恨你了 就是怒了 哇 眼神很重要啊 老师 就是眼神就出来了 哀就是 哇 哀 悲哀嘛 对啊 心都哀 弄 弄就是 就非常开心的 就比喜要夸张一点 夸张一点点 还是这样的 这样 练 练 练一点眼神好不好 是的 然后看一下 我们看见美女了 好不好 哎 再教你啊 那老师就教一下 美女啊 好 妹妹 对 摆好了 完整的 看见美女了 是这样的 你看 嚇死我了 好美啊 是这样的感觉 老师眼神好到位 我怕我演出来像变态 没事 我们很包容 我们包容心很大 你演一演 我们成都也是一个 很有包容心的 C题 哎你慢点 我还没摆好造型 你先几包 我给你摆好了 接着看 好 我 这 爱美女 哎呦 你这还好 好 好快啊 可以啊 老师他学到你那个 草莓了 斗鸡眼他是没问题了 我看一下 为什么老师这么相信他 年轻人很喜欢 你 不错啊 还要动机 老师我们脸不抽搐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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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数高途 好厉害厉害 还是师傅教的好 对啊对啊 那个眼神真的要到位啊 这就是 面部表情很重要 这些眼神也是功 嗯 都是都是功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次安排的超级体验 对我来说真的是有 一点难度 这是一个 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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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我们想象的难太多了 深切地体会到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那我们三句化妆吧 走 咱们去化妆呗 好 我最近想要齐让杰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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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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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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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很棒 感谢观看